大家好 我是保时捷12.4万购车价格事件中的首单用户 经过沟通 我们之间没有达成义务价购车的协议 也不存在任何补偿性质的协议 周日那一天我们在山东林一店的面 是他们银川4S店的店总销售经理 还有销售三个人过来的 首先也又给我带了一点小礼品 这个小礼品呢 他们专门强调让我不要公开去说 但是我只能说比上次给我的瑜伽店要精致一点吧 主要店面的讨论的就是购车的优惠方案 他们当场呢就是也给我列了一下 为我制定的几个优惠的购车方案 我看了之后我的这个也跟视频里面说的是一样 就是当场果断的做了放弃优惠方案吧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考虑 因为我在最初我发现他们官方声明说 首单有效的时候 我不是问过他们吗 我说既然我是首单的话 我一百万是不是可以以一百万的优惠价购买这个车 他们说不可能 然后这次他们拿了新的这个方案呢 如果还以我上次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仍然是差距很大一百万远远买不着 那个协议呢 它是一个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让我再一次声明了 我放弃了这个赔偿诉求的主张 我的观点从始至终没有变 所以这一点我是认可的 所以我就当场签了 相当于我对他们后续也不会做任何的追究赔偿 第二个就是针对于他们跟我讨论 就是这次优惠方案里面提到的数字 他们不让我对外去说 这一点我觉得也能理解吧 我也说得很明白 我是针对他们的虚假信息做澄清的 想让他们公开的去做这么一个道歉 但是这个负责人表示呢 应该不大可能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品牌呢 对中国的消费者多少是有一些傲慢的 这个是主要是我们集团内部给人家给了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但是也不会超出市场价很多 具体给这首单客户的优惠金额呢 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都不太清楚 因为全是我们全程集团的零 就是我们内部的领导 专门跟这个客户去对接了 这两八经给这客户给了多少钱的这个优惠啊 包括是附带的东西 我们也是不太清楚 但是肯定是要比这个正常我们优惠比较大 目前我们正常优惠的话 一般是在三个点左右 哦对没有 没有结束